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康生的遗毒啊 那你为什么建议要开除他呢 因为他这份违反一个法律教授的基本常识 他破了国民的道德底线 他是关于这个李某某的这个案子 发了句什么言论呢 就是说强奸那个妓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要小 他还不是说妓女他说陪酒女 陪酒女 这个更模糊的一个概念 危害要小 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聊了聊啊 也不知怎么莫名其妙的聊到了金灵十三差 然后呢就说了句话 说哎这是什么价值观 这不就是金灵十三差的价值观吗 结果他们香港报纸前几天登了一张照片 一段录像 有一个男的在地铁上 好像上海什么地方 就摸旁边女生的大腿 结果呢 女生拍下来了 对面的人把他拍下来了 是吗 对面的人把他拍下来 拍下来以后呢 要去报警嘛 然后呢女的不要 就是说全部证据都有 但女的说不要 女的说不告他 也不要 结果呢就引出一个评论 那个评论说 他就分析为什么那个女的受了欺负 其实他当时很气愤 逃 那个男的还追 很气 但为什么不要呢 他的 他们的分析是这样 他 他们会说你裙子穿的短 引来人家摸你 然后你裙子是为什么 裙子为什么穿的这么短呢 那是生活作风不正派 生活作风不正派的女的 可能就是不正当的女的 不正当的女的被人家这样摸 是活该 罗切就是赚来赚去就赚到 清华教授的基本道理 怎么把我们说到像了阿富汗似的 是香港吗 香港报纸的 香港报纸到上海 这就等于是这个女的 那一个人当众被人摸了以后 他都不敢说 那我那天看见一个视频 才更有意思了 就是在那个地铁上 有个男的就那碰这个女的这个腿啊 这个女的也挺可乐的 这个女的就是弄两下 这男的不肯松手啊 这个女的就摸吧 我拿手机就这么拍 这女的拍下来 放上网就说我要有证据 我让你们看见他一直在摸我 那这个是反抗的一个 刚才那个就是不反抗的一个 这不是刚才这个就是现代人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讲起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金灵十三差 当时上映的时候 有很多批评 这个张艺谋其实某种程度上 有点倒霉 就他的电影啊 经常引起一些关于价值观的批评 比方说啊 说你是不是歌颂暴君 英雄 对 然后呢 出来一个金灵十三差呢 又在说 就说 难道说那个时候最典型的 评论包括我们都说过 就是说哎 这家伙抗日战争 男的打不过 难道我们靠妓女上阵吗 或者说是什么啊 说你这个电影里边潜藏着 不是说颜格林是编剧吗 说你这个电影里潜藏着一个 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难道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妓女就应该代替这些女的 学生 去被强奸 危害就小一点吗 似乎就就可以吗 假如说一定要被强奸的话 为什么就是要妓女 来代替学生 对 这样好像要值得歌颂 对 我那天呢 就看这个电视上 有重播 有重播那个金灵十三差 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 就因为最近这件事重播的吧 因为那些 因应李某某 反正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我就会觉得 有些时候啊 我们也应该想想 有没有冤枉张一谋的地方 错怪他的地方 为什么啊 说说看 比如说这个金灵十三差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啊 电影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他讲的是一个故事 对 他讲这个故事 并不等于说这个导演说 这些金灵妓女们的行为是对的 我肯定 他也没有说呀 他只是感慨 他在感动 而他感慨感动的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觉得 张一谋的电影啊 犯不着上纲上线 就是金灵十三差 拍的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有严重的问题 就是但是这个问题 在于什么呢 电影本身 就是就是技术 对不对 不叫技术吧 就你 电影语言的问题 电影语言的问题 故事 你要把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 这么结合呀 成功不成功的问题 包括说 那个 那个妓女 为了给这个 穿的那么在南京 就在南京被屠城的时候 穿的 花枝招展 能不能让观众幸福 然后一排出来 慢镜头啊 对 能不能让观众幸福 包括就是 我觉得最别扭的 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呢 那俩妓女是怎么 被是日本鬼子 奸杀的呢 是啊 因为要给一个 垂危的小战士 弹弹琴 但是这个琴弦 落在妓院了 我一定要回去 拿琴弦 还拿个耳坠子 这个东西 这个太荒唐 就是这个 造作了 造作 对 造作 你可以说这个啊 可是我认为 有些骂他 不太公平 就比方说 张艺谋本人 并没有说 这些妓女 这么干 我觉得对 妓女 比这个 女学生 就应该去 代替他们去强奸 我觉得咱就 本意来讲啊 张导演的本意啊 是不是歌颂的是 牺牲 如果你真讲他歌 他说的只是说啊 有一些人 去代替 另一些人 去做一个自我牺牲 你为什么这么不能这么理解一个导演的本意呢 包括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些表白啊 就是说你看一开始这些小女孩子啊 是连这些妓女们共用厕所都不要共用厕所 就觉得你们脏 你们是什么人 我觉得他也许没玩好 这个故事没讲好 但是我想咱们就要同情之了解啊 他原本的本意是说 就说像妓女这么连妓女这么一些被人瞧不起的人 在某一个时刻 他们也能够愿意挺身而出 为另一些人牺牲了自己 那这个主题并没有什么问题 文学批评ABC啊 作家的本意是不重要 一旦写成作品了 其实这是很早的传统的批评方法 说啊 作家想通过什么 讲什么 现在这是看文本的 就是我们不坦测作家的本意是什么 而是读者怎么看这个故事 故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那文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接着下来讲 那如果这个片子 你觉得这不是张艺谋的本意 那为什么我们会读出这样的感觉 就跟他的电影《守法》有关系了 守法 对 就等于像当年英雄 大家诟病 说这个价值观有问题 这部系的大家觉得价值观 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一部分 就是说 他其实很想强调 在某个意义上 那是三餐那些妓女们 要比那些学生 在这一刻还要高贵 他可能又有这一面 但是因为他的守法的问题 使得这一个线索不够突出了 那这个线索不突出之后呢 就反过来又回到一个最吐气的 我们看到的那个印象 就他隐称出 那学生处处可怜 是很纯洁的天真的小可爱 而这帮女人呢 封城女子 他们很懂的事件怎么样 所以就让他们去吧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用了一个很典型的传统的描绘了 妓女与学生对比的一些的形象 使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诟病她的那些理由 更得以充分存在 但假如她是反过来 她是让我们看到妓女的纯真 学生的不单纯 她是这样子来拍的时候 而妓女是备受歧视的 在电影里面 一部被人欺负被人骂 但是最后他们很高贵 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所以这是一个手法问题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严格林当初那个剧本啊 这个小说 它是一个真事的改编吗 就因为如果说这是真实的事件 我觉得他拿来探讨 那就很有意思了 但假如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们就的确也还可以问 他为什么虚构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 封闭的环境 封闭的环境 实际的真实的史料 严格林有介绍 真实的史料在我看来是 非常非常充满戏剧性 非常非常有张力的 留个气口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汇圆酒精华 年份软僵 不仅供酒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购物界 史料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日本人在当天晚上 强奸了很多人 那拉背 拉背这个德国纳税 他看不下去 然后那个院长 那个忘了他名字 不是不是不是 姓魏的 姓魏是我们的翻译了 那是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 他是那个 那个等于是那个休戴院院长 他主持的这个难民营嘛 他们也都 很害怕抗议 结果去跟日本人说 结果日本人第二天 这个日本人第二天来了军官 就是说 要禁止强奸的活动 就要有 正规的 就要有 所以 我希望你们配合 让我们到 你们漫人运里很多的人 是吧 让我们去找那些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我们找 把他们自愿的找出来以后 我们保护他们 给他们吃好 穿好 然后为我军服 然后 那么这样比整个要好 否则的话会 会继续怎么怎么 这个院长 当时就同意了 事后他为这个同意 自杀的 是 他当时同意 同意了以后 日本人 跑去 包括汉奸 那个翻译 他们跑去 就跟他们说 你们在这里很苦 而且你们生死不保 现在你们做过 秦怀和的姐妹们 你们出来 我们会保护 用中文他们说 我们会把你们 安顿在一个地方 你们为皇军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 但是你们会得到钱 至少你们不会 有生命危险 你们在这里 你看吃了这么差 他们也非常糟糕啊 死啊 药啊 整个这个地方 结果呢 这个地方就非常微妙了 就这些女的呢 有一些 是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自己站出来的 有一些 是被人认出来 以后 拉出来的 然后这里边有个空白 给我们极大的 艺术想象的空间 就是周围的这些人 他们当时是 什么一个态度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极其 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 就是假如你作为 旁边良家妇女 你作为学生 你作为什么人 你是要保护 这些妓女呢 还是说希望他们 站出去保护我们的平安呢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信息 但艺术没有往这个方面去写 他把这些全略掉了 事实是 这些女的出去了 后来他们做了慰安妇 有些活到今天 燕花三月 那个李碧华最后还写出来 慰安妇 有些呢 就中间就死掉了 就是也有些后来结婚了 也有些后来就冲凉 也有 当然这个院长 很快就回去 回美国去了 回美国去以后 没过多久 自杀 自杀的墓碑上 写了 就是 就是一行字 我不记得原文 就是为了这些人 就是我觉得 他的自杀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发现 他其实没有资格 同意日本人 来选妓女 来做慰安妇 以保障 其他大部分人的安全 这个选择 从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人性的角度讲是错的 所以你看到 这是真实的故事 我不知道原来 我没看过 严格林原来的本质 但假如光从电影看的话 比如说 张艺某没有选取 这样的一些的场景材料 那于是呢 他的重点 集中在了 那些妓女也爱国 这点上 他们集中在了 对 他们是怎么样爱国牺牲 然后 他甚至加入一个外国人进来 来旁观这群妇女的壮恋 然后中间的这种关系 他反而忽略掉的 恰恰就是 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妓女是不是更值得被牺牲 是不是你残花败柳了 我们过去的讲法说 那你就从了吧 就算了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攻击 张艺某这一点价值观不对呢 是因为他的确 你看到这是个盲点 他没处理它 我确实感觉呢 你看啊 这个是我忘了是这个 罗兰巴特呀 还是这个本雅明啊 他讲过一个就是看照片的 他就有一个概念叫刺点 刺点 罗兰巴特 什么叫刺点呢 就比 就比方说你看见江青拍了张照片 江青手里拿了根烟 这根烟呢 就是刺点 他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性啊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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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艺某的电影里啊 他经常是一个刺点 所以你你比如说 我就觉得很多人 对他的这个 所谓这种价值观的批评啊 什么是强奸妓女啊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 跟强奸跟性弄在一起 你比如假如说另一种情况啊 比如说有个女学生 有个小孩偷了日本鬼子的 不是拿了日本鬼子的一个东西 结果日本鬼子说 哎谁拿的 你们要不拿出来 我就从最小的杀起 然后这个时候 也许另一个没拿的 一个成年人出来 说我拿的 那么如果是拍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价值观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啊 对就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 为了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 反正就是牺牲吧 其实我现在老觉得 就是说加上这么一重性的含义以后啊 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 但是电影的卖点 所以其实不完全是张一谋 整个片子的 谁出钱的 为什么找外国演员 为什么要精灵十三猜 这个是视觉视听 什么视觉盛业 当时要冲澳 这个整个是 这个整个是一个电影 是一个娱乐工业 但是它里边有一点 张一谋是抓对的 它有一个合理性的 就是说学生是未成年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 这最善良的角度可以读句说 一批成年人站出来 替未成年的儿童避一场 避过一场灾难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剧本有它的合理性 我觉得严格林突出的也是 就是有些时候啊 但他强调了性别 强调了这个妓女的身份 那就跟清华教授一个逻辑 欲望对象 我不觉得张一谋 有这个逻辑 就是我不觉得他认为 妓女被强奸就会好一些 我不认为张一谋是这么想 这不是张一谋的想法 从我们回顾的 严格林讲的那个史料里边 我们设身处地 才到日本人跑出来 要叫情怀女站出来的时候 这么多人 我们普遍的民众 就算我们在里面 我们会不会觉得 不是说活该 至少是这是一个很重要 这是你平常做的事情 我们总不见得 我妹妹在这里 总不见得让我妹妹去吧 你们平常是做这个吧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甚至说不定还有人主动指认 我记得我认得他 他就是 这就叫拷问灵魂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这个才是卖点 这样的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 27周年 十年过去 也许路变了 但我们的情意和梦想 永远不变 东方日产 人车生活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许花 风聚喜马拉雅 许花 勇闯天雅 所以我是说 他这个电影 其实我 我觉得确实没拍好 其中有很多 让我们产生 有好的地方 但是就是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 这是个关于 自我牺牲的故事 你这个有什么意见 他就是 他妓女自我牺牲 那么 这里边 为什么非要说 他认为 这个妓女 被强奸就好一些 我觉得导演 也没在电影里 说这行为是对的 他没这么说 他只是说 有这么 他给你呈现了一个故事 那么他认为 你可以有各种看法 但是呢 这种自我牺牲 总是一种 可以歌颂的吧 我同意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 我觉得 他连自我牺牲 这一点的探讨 都不够复杂 都不够深入 就他把这个牺牲 变得很单纯了 很浪漫化 但是一个要牺牲的人 他具体牺牲的是什么 他的具体的考虑怎么样 那个情景怎么样 因为我们见过 很多别的导演 拍牺牲 拍的是更 甚至我们说商业导演好了 就斯皮尔伯格 拯救大兵雷恩 是不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 是吧 但是他到最后 所有人都要问 这值不值得 这个牺牲 变成一个问题被探讨 那张艺牧呢 现在我觉得 这几年他的电影 有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他早年的时候 他会有问题在探讨 但现在呢 他几乎不问问题了 是 这个电影没有问题探讨 对 他最近几年 被人骂的电影 包括英雄 我都觉得 他不再问问题了 他是一个 他就只有好看 他的确想拍 他想把牺牲唯美化 在这部电影 他想浪漫化 他想塑造一次又一次 很漂亮的一个电影器官 就像他帮每个城市 做的各种的印象 的那种表演一样 我觉得这才是张艺谋 我不批评他价值观 我也不批评他 我只是替他觉得可惜 就原来作为一个 比较复杂的 有深度思考的导演 这几年他思考的那个锐利 那个锋芒不见了 他原来的思考 是不是是他自己的呢 我觉得他自己也说过 其实他擅长的 就是这些个手段 但是他认为 他缺的是文学 对 我倒缺的相反 我觉得他之前 是他自己的 后来的这些声光画电 是被娱乐工业带着走的 我是这样看的 就整个大片体制 我觉得他拍 秋剧打官司 红高粱的时候 那是张艺谋的自己 我们不会引用过 鲁迅那句话吗 就灾难过了 我们就只歌颂烈女 为什么 因为同样的故事 别人也拍 拉贝日记也拍 南京南京也拍 都拍得比他复杂 但反过来 我们对南京南京 这么苛求 对这个电影 有这么多的批评 其实同样的故事 你看我们刚才讲 进去保护了几个士兵 保护了士兵以后 使得全部的民众 都有安全的危险 因为你变成了 战争的场所 这个时候 你该不该保护 为我们战斗的士兵呢 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南京南京 触及到了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可是他呢 却为了娱乐工业的目标 为了这个好看 有外国演员 有漂亮的美女 有性 有战争 有爱国主题 我觉得张艺谋 是被这个票房 被这个娱乐工业带走 不是他的价值观有问题 张艺谋聪明得很 张艺谋的价值观 没那么容易被改变 没那么容易 我始终 我还是在说 我始终期待张艺谋 会拍出像洪高亮这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过去 不要那么多头 过去很多人 老是 一说张艺谋电影 老是说他价值观有问题 这个咱们也有种文以在道 我恰恰是觉得 他这个电影的 这个具体的层面上 有问题 如果说价值观有问题 我觉得还艺术 恰恰是艺术层面上 不浅了 如果说价值观有问题 是我们观众的价值观有问题 我们在看的时候 接着为您播出 你为什么希望 西安楼关 闻名启示录